Hello大家好 今天我们做山药莲藕排骨汤 排骨滚水里滚过后 我们加一块拍凉过的姜 再放清水重新煮开 煮开后我们喷一些料酒 这个季节我会放几块藕和排骨一起焖 小排骨大约焖一个半小时左右 铜骨 扇子骨这些大骨头时间要更长一些 焖到点了 骨头香气就出来了 这个时候我们再放山药 煮汤要看你放什么食材 一般都要分两三步走 这样煮出来的汤才能轻轻的 不会糊 盖上盖 焖到山叶变糯 最后放盐调味即可 家里有枸杞的 可以放几颗枸杞调色 好了 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